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金郎 我是VQ 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 欧美股市间晚的收市情况 美股全面下跌 中美紧张关系升级 公司业绩欠理想和疫情未见减退 都不离投资情绪 道奇斯指数成份股应特意 推迟新一代晶片生产计划 今季度每股盈利和收入都低于市场预期 拖累股价大跌1.6% 道指一度下跌250点 跌至26402点 售事报26469点 跌182点 跌近0.7% 标准普258指数报3215点 跌20点 纳斯达克指数报10363点 跌98点 接下来看港股美国预托证的秒现 美国预托证券教本案收市普片下跌 回控ADL报36.03 升0.08% 中移动报53.28 跌0.4% 中联通报4.35 升0.43% 中人寿报18.17 升0.94% 中海邮报8.56 升0.44% 中石化报3.46% 升0.25% 中石油报2.82% 跌1.32% 接下来看欧洲股市方面 欧洲主要股市下跌 主要受中美紧张局势和疫情的忧虑困扰 各类股份普遍下跌 其中科技股的跌幅比较大 零丰富士100指数6,000 报6,123点 跌87点 法兰克福Dex指数报12,838点 跌265点 Balancat指数报4956点 跌77点 接下来看商品期货方面 油价回升 有调查显示 欧元区7月企业活动恢复增长 另外 美国7月 Market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都升至1月以来的最高 经济数据有改善 对油价带来支持 但中美紧张局势就限制油价的升势 纽约旗油收市部煤桶41.29美元 上升22美先 升幅0.5%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部 43.34美元 未升3美先 接下来看金价 金价升穿1,900美元关口 中美关係恶化引发黄金避险卖盘 纽约旗金高建1,904.6美元 收市部1,897.5美元 上升7.5美元 升幅0.4% 接下来看美元汇价 避险货币日元汇价上升 美元跌至近2年的最低 美国的新型肺炎新增病例持续上升 以及中美紧张局势升级 都令到风险偏好减弱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.7513 日元105.8 欧元1.1692 英镑1.2820 瑞士法郎0.9192 加元1.3394 澳元0.7117 樓元0.6654 和大家看看美国国负债券息率的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部0.59 30年期债券息率部1.23 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4869点 升170点 国企指数升88点 报10169点 大市成交暂时有65亿 今个环节就差不多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